宗教團體發潮案 為什麼一直失敗 你覺得最大關鍵是什麼 不同的宗教團體 以不同的方式 去抗爭一個很核心的關鍵點 就是財務要受政府監管 可是宗教團體 長期都有一個很大的模糊的地帶 台灣曾經有一個帝王 就是 林陸王的用心 要不要管 我個人的看法很簡單就是要管 而且能夠管的 並不是透過他自律 自律是一定沒有辦法的 我也不相信自律這件事 沒有用沒有用 宗教在台灣的這個產業鏈 大概規模有多大 為了要立斷基本法 大家有稍微去抓一下 這個相關的數據 推估一年 3100-5500左右 我經常講 就是我們在做重要研究 我們常常講說 如果碰到困難的時候 可以去看一下廟 不是叫你信仰 就是 可以考慮開一間廟 人生也許會好過得多